大家先请喝茶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老师各位就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74页 第42经 到48经 那么都一样 其实跟前面的一样 那六处里面 我们看一下 如内陆处 就前面的41经是内陆处 那即使是在讲 罗霍罗问这个佛 我要怎么样去理解 那么怎么样去观照 那么我才能够得解脱 基本上是 这个是阿含经很常见的一个说法 云和之云和见 那么才能够得解脱 能够见法 那这里的说法是 云和之云和见 我内视身及外一切相 那么令我 我所 我慢 我 我所 我慢 那基本上都是我见 的一种 可能是 就是我 我所 其实我见 我慢 我慢 可能就是比较 基本上是比较深细的 深细的这个我 我直 因为 你把身见断掉了 还有我慢 我慢是阿罗汉才断的 是属于五上分解的一部分 使 细着 那这个是烦恼 我见的细着不深 那佛陀 其实就告诉他 运相应的说法 一样 过去 现在 未来 内外出息 豪丑远近 那通常就三种而已 叫做 是我 非我 亦我 亦我 不相在 其实就是 非是我 亦我不相在 非是我 非亦我 非不相在 通常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 眼耳鼻者生 这个是 眼耳鼻者生意 就是 六内入处 那底下就是 外入处 色身相位处法 然后 所谓的眼视 耳视 鼻视 舌视 身视 意视 那这三个加起来 其实就是十八戒 就是 比较详细的说法 那 一般的说法就是 根层 六内入处 跟六外入处 那么 合合 生 四 那这个 四 四就是六四 在眼睛生起眼视 乃至在意 生起意识 那 根层是 合合 生 处 处去受想 诗 那 这个受想诗 就是五蕴里面的 受想 邪 就变成 色受想 邪 四 其实 他是 从不同的角度上 去说的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这个 眼处 前面均时就是十八戒 眼处生受 这个就是六处生 六处生 根层是 合合生 处 那么 所以眼处生受 那么 另外 有所谓的六想生 眼处生想 乃至于 意处生想 然后有所谓的这个六思 六思生 眼处生 耳鼻则生 意处生 就跟前世 合合生 处 处去受想 诗 他讲这个 然后 也还有六爱生 眼处生 爱 耳鼻则生 意处生 爱 那这个是大概 综合性的说法 那在 在这个 阿含经里面 多数都是分开说的 那这个是比较整合性的说法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四十九经 四十九经 好 那前面就是 我们说六四生 六处生 六六法门 再加上 有所谓的 这个六思生 六受生 六想生 然后六思生 六爱生 好 那其实加起来是有八种 好 那我们看四十九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那其实这个跟 这个也是五蕴里面的 大不然我们还是看一下 在竹林经社 这个时候世尊跟罗和罗 那一样 四十九经跟前面的四十一经 有一点类似 不过我们来看 云和之 云和剑 与此 四生 那前面 五蕴的 第三十经 也是一样 也是讲这个 大概六路处前面都是五蕴的 有讲过 然后他再换成六路处 再重讲一次 好 那我们来看 云和之云和剑 于此四生 及外一切相 无有我 我所 我慢 死戏 罗和罗就跟佛说 这个是 世尊跟罗和罗讲的 那 前面四十一经 是罗和罗问世尊的 那你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四十一经 是 四十一经是 罗和罗问世尊 云和知云和见 我内四生及外一切相 那 令我我所慢 死戏着不生 四十九经 那四十二到四十八 可以说四十一到四十八都是这样 它只是 六内六处 外六路处 然后 六处生 六诗生 六想生 六诗生 六爱生 就 一个一个 一个就是一部经 一个是一部经 那所以 前面 外路处是 第四十二经 那么六诗生 第四十三经 六出生 是四十四经 然后 这个六寿生 是四十五经 六想生 是四十六经 那 这个六诗生 是四十七经 六爱生 是四十八经 就四十二到四十八 我们稍微注明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然后四十九经 跟四十一经 是一样的 差别就在 四十一经 是 罗和罗问佛 那四十九经 是 佛问罗霍罗 佛跟罗霍罗讲 佛问罗霍罗 罗霍罗就跟佛说 世尊是法根 法根法一 法言法一 善哉世尊 当位诸比丘 广说此义 那我们看到 阿兰经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惯例 就是 大部分 佛问 比丘 或是像舍利佛 问比丘一样 大部分是佛问比丘 那么比丘都会 不会直接回答 大部分不会 都是会说 佛是法根 佛是法眼 佛说法义 佛是法本 法的根本 法从佛出 那么我们说 法根 法眼 法义 如果依照经典里面说的 佛是最初觉悟真理的人 最初觉悟真理的人 那么 那么 就是佛是就近 就近体振真理的人 那佛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因为众生都依着佛 而能够得解脱的 所以 那么请佛来为众生说 因为佛是就近了之 那究竟体悟真理的人 是最初 发现真理的人 也是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那么所以 请佛来为众生 那么 做解说 那大部分都是这样 那这个是 阿安就很常见的一个例子 好 所以他说 上哉世尊 那么应当为 当位 请佛为世尊广说此意 咔 咔 诸比丘闻以当说奉行 那通常有两种 简单的讲就是 请佛为我们说 那么我听了之后 我当依教奉行 或是比丘去为 比丘去请佛说法 我闻法后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放一注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说 佛去请 比丘请佛为他说 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要怎么样修行 盖要的说 那么说完了之后 他会讲 我来请佛说法 是为了修行用的 不是为了谈论用的 我是为了修行 要得解脱的 我有心要得解脱 那请佛告诉我 怎么得解脱 那么我听了之后 我决定会 好好的找一个 安静的地方 好好的思维 修行 那么以趋向解脱 所以他都会讲 我闻佛说 我闻佛说法后 当独一尽处 专心思维 不放一注 那么这里是佛 告诉比丘 以罗后罗为主 那么这个 这个比丘听完了之后 那通常都会讲 就是问比丘问题 那比丘听完了通常都会问 通常都会说 佛是法根 佛是法眼 佛是法医 佛是最初觉悟 法从佛出 佛没有讲谁知道 那么佛是圆满觉悟真理的人 最初发现真理 而且就圆满觉 就是就近觉悟真理的人 然后又圆满传授真理 他跟比丘说法 那么初善 中善 后善 那就是 他是可以圆满传授真理的人 所以请佛为比丘说 那我听了之后 我当依教奉行 那么当受 信受奉行 就依教奉行 如佛 如说修行 通常都会这样说 那基本上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听这些佛法 我是为了修行用的 我就是要解脱 我因为解脱的意愿 我为了修行用的 好 佛就跟罗后罗讲 善哉 善哉 地听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你现在 一般都会讲 地听 地听 善思念之 当未奴收 通常都这样 那这个翻例有时候简短 通常会善哉 善哉 地听 地听 善思念之 那这里就简单 叫做善哉 地听 当未奴收 好 那么 诸有所言 就所有的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 六路处里面讲到眼 后面一定是耳鼻舌生意 是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 但是虽然是整体的 是个别个别产生作用的 那么你起烦恼 它通常就是心跟静的关系 通常是心跟静的关系 我们说六路处 六路处的重点在心跟静 因为心面对静 会起种种的受想思 这是心锁 那么由心锁里面 那么在产生种种的烦恼 由种种的烦恼 在造作种种的业 由种种的业 在成熟种种的生死 通常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那如果五蕴的话 它也是这样讲 但是五蕴重在身跟心 身跟心的缘起 那么六路重在心跟静 其实是这样 所以我们基本上 它是讲的 六路是讲的比较细 就十二处 那么这个心锁 其实就是受想行 那受想行 它的受 所以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就讲这个 那六失生 后面有六爱生 那么爱取有 就有所谓的六爱生 那一旦有爱 那么没有克制 那么它就会更加重有直取 连结着无名 那么产生贪爱 然后就会形成 所谓的感召生死的业 叫做有 就是爱取有 因为它直取 因为你不直取的话 你可以远离断掉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关键 就在未幻灵 就是你一旦直取 产生爱 这个时候 你如果有智慧 你会失其过幻 而能远离 这个时候就不会直取 不会直取 就不会有 那直取的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 你依着我见我爱 你没有觉察 所以爱取有 爱取有 所以有时候 前一点就从触下手 从触 因为触就是心理反应 你一旦有心理反应的时候 你就能觉察 养成这个习惯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 如果你那个时候 觉察力不够强 那么你已经起烦恼 你不知道 烦恼正在争生 那这个时候 那么渐渐渐渐 就会对境界 对境界产生 强烈的反应 那个 那个 那个重点不一样 处是放在心手上面 你觉察 你这个心的烦恼 爱 是放在境界上面 就对境界的拦着 这个时候 你发现 对境界的拦着力强 心理的反应又增强 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思维过患 如果你能够在 触那边下手 那当然就很厉害了 触只是反应 所以 我以佛法讲 有明相应触 跟无明相应触 那如果不行 在那个受 在那个受上也可以 但是一般受 因为受就是比较有 受就会有想 种种的想 然后就会有种种的觉子 抑制产生作用 所以受想行 一个是情感作用 一个是认识 认识境界 认识怎么来 认识就是 六根对六成的认识 直取那个进 直取那个进 然后 因为受之后就会有想 好的不好的 那么喜欢的不喜欢的 就会种种 种种的想 那受其实就是苦受乐受 基本上 种种的想之后 你开始会进一步 要采取行动 所以就有失 所以一般叫做 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六爱生 讲这个 那前面再有 内六畜 歪六畜 那之后 你如果没有在 处那边做处理 或是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受 这边做处理 之后就是在 在爱这边做处理 那如果你在没有处理 那已经形成业 已经形成业 然后 就是 爱取有 这个有就已经成熟 业已经照做了 然后 这个 你的加重爱取 爱取 就是对境界不断的 不断的染拙 而且你没有任何的察觉 就一直在境界上 比如说你恨一个人 你因为他骂你 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失生 就开始运作 出去受想失 然后开始 你有爱有正 爱有爱有正 爱真正 爱底下就是正 一样 那你用爱代表 因为爱不成 或是怎么样 就有正 就是不符合你的期望 或是 你受到伤害 或是你受到威胁 种种 就是 你没有那一种 你没有那一种 那一种好的感受 那 那其实就是 跟爱相反的 那就是正 那就是爱正而已 就是爱正 那爱正都是因为 爱正都是因为 你没有觉察 于此随着无名转 所以佛法 佛法的整个重点 就是贪生痴 那再简单来讲 就是我见跟我爱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见就有我所 那我爱 我所我慢 那我爱我所爱 通常都是这样的 那这些其实 天天在我们的内心 这缘起就像 在我们的内心 好像轮子一样 就不断不断 这样转这样转 天天在转 但是实际上 我们是有一点点 既熟悉又陌生 就是我们没有 仔细观察过 我们的内心 到底都是怎么在运转的 我们面对境界 那种后来都变成习惯 直接反应 所以我们不会去觉察它 但是现在的重点就是 你要去觉察它 因为如果没有 等到变成一种习惯 它就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然后就习惯照业 习惯起烦恼 习惯照业 然后但是不习惯受苦 但是苦一定是由业来 业一定是由烦恼来 烦恼一定是从不知觉察来 就是无明 那你不知道要这样做 不知道要这样想 不知道要这样截断 不知道要这样控制 不知道要这样调服 所以你才 就是一天过一天 那么一生过一生 一劫过一劫 一佛过一佛 反正就这样 一直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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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含经才会讲 无明所复 爱劫所夕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就会讲这种 其实你想一想 你仔细把这些道理想一想 你就会觉得 佛头讲的真有道理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呢 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不会这么想呢 想要这么想 为什么想一下就不会想了呢 你会好好想这个问题 真的 那其实就是一开始 因为我们是随着烦恼的习惯 就是我们叫做世间的习惯 所以一般叫做逆流 逆生死流 就是修行向逆水行舟 一开始要勉强 那你一开始不勉强 你说平常心是道 你的平常心就是 朗污心 烦恼心 照夜的心 不行 你开始要用非常心 不可以跟以前一样 不可以跟平常一样 我们说的平常心是 你的心不为境界所动 那个平常 可是你的平常就是 习惯起烦恼 那这种不能 这种要用非常心 你就是要勉强 稍微要勉强自己一点 而且稍微要策立自己 鼓励自己 肯定自己 因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挫折 那么也可能是会 在跟烦恼的对峙中 就是要对峙烦恼当中 你会有很多挫败的经验 因为毕竟烦恼是 你可以说是 你从小就跟他在一起 而且感情很好的东西 因为起了烦恼 你会痛快一点 比如说人家对你不好 你骂人就会感觉痛快 那你被骂有那个苦受 你骂人有那个热受 所以他好像在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你习惯这样解决问题 那忽然间你说 我被骂是我受伤 我还要忍耐 我还要原谅他 可是他都不原谅我 我还要原谅他 他不会想着我 我还要想着他 你越想越气 你越越想越觉得学佛很委屈 学佛 好像不学佛可以做自己 学了佛就不能做自己 你会 后来会退 后来会退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正是因为这样 你才能真正做自己 因为 你以为你在做自己 你想骂就骂 想吃就吃 想爱就爱 想爱恨就恨 你以为你这个是真正做自己 不是 那个是你被烦恼挟持了 朝朝霞天子以令诸侯 那么一样 你这个天子被烦恼挟持了 你不能做主 烦恼要你高兴就高兴 烦恼要你快乐就快乐 你不由自主 你做不了主 这个不是你真正的自己 所以你是世间想的 所以你就会随顺世间这种想法 久了久了 因为你很累 修行有时候一开始 因为要跟烦恼对战 以前主持讲 如一人以万人战 真的是这样 我以前也有这种 很深刻的感觉 真的就是这样 那会觉得很累 但是你一定要 这个时候 一定要肯定自己 要鼓励自己 因为有些人 大部分是世间人 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为什么修行一定要这样 修行不能快乐点 修行不能自在点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该骂就骂 该爱就爱 该恨就恨 我告诉你 很多人会这样跟你讲 那你想一想 你会觉得有道理 我为什么要修得那么痛苦 不对 因为你现在的痛苦 你现在的痛苦 不是因为你忍耐来的 是因为你的烦恼来的 那你有起烦恼 可是你在学佛的 这样的观念下 你又认为不该有烦恼 可是你又有烦恼 可是你又除不了烦恼 所以就在那边挣扎痛苦 但是你问题不是 你不用去管 你不用去忍耐 不用去克制自己 你就没烦恼 不是 你不克制自己 你不去努力消除烦恼 你以后的烦恼会越来越重 你的痛苦就会越来越重 大部分人没有想到这一点 那在这个时候 你很容易 你很容易就放开了 我不修行 我为什么要那么痛苦 所以偶尔也会 有些人还是想修行 但有时候憋得不行 压到不行 他就会想放松一下 那也没关系 但是也要克制在某一个程度范围里面 就比如说你很烦 你也没有方法 大部分人是没有方法 但是佛法就在教你这种方法 但是一开始用也不一定可以用得上 真的 一开始用也不能用 不一定用就上 像我们也是 一开始用也不一定用 但是你要有信心 你就去那边见见见见 见见见 常常用 常常用 久了 你就会发现到 你真正的痛苦 不是来自于境界 境界有好有不好 那好的 你就不以为痛苦 你就会快乐 其实那个也是烦恼 那个就长得贪爱 不好的 你就认为是痛苦 不管是热受苦受 其实 只要是基于无名跟贪爱的 他未来都会有过犯 未来都会 因为 现在 现在讲好话 以后不讲你好话 你还是痛苦 那 现在 现在讲好话 你很快乐 以后讲坏话 你就更痛苦 那一样 现在爱你 你很幸福 以后爱你的人 不再爱你 你就痛苦 可是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 所以叫做无常顾苦 就算他一辈子都爱你 他死了 他因为战争 因为怎么样 或是你要离开他了 他要离开你了 两个人不得已要离开了 那么都会产生很大的痛苦 那这短时间 恩爱 看起来没什么痛苦 可是恩爱 终有别离的一天 再怎么恩爱 七世夫妻到第八世 也不能再做夫妻 那么他终有别离的一天 那么你爱得越深 你那个别离的时候 就是粘得越紧 别离的时候 失扯的就越厉害 就越难受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 时不时 真的 你时不时 要稍微想一下 想一想 佛说的无常顾苦 是什么意思 说的这个六路处 内六处 外六处 那么受享失 六受生 六失生 六享生 六爱生 六畜生 那么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你现在 你未来的轮回 其实决定在你这一次的造作 就是你怎么想 怎么做 那很重要 那他不是一时的 那是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那因为我们 我们的习惯 就是生死轮回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就是遇到境界起烦恼的习惯 那么 我们的习惯就是 有苦我们就起烦恼 有烦恼 我们有烦恼想 就有烦恼业 烦恼行 烦恼的造作 那烦恼的造作相续 那么业就会成熟 业成熟就会受苦报 受苦报又起烦恼 就这样 或业苦 那么不断的轮转 那么现在你要不用一个心 用一个字子 让它不转那么快 你要它不转 有时候也不太可能 一开始如果你烦恼中的话 你要让它停止 它也停不了 但是你能够让它转缓 那么怎么转缓呢 因为它是由心而有的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回来 想回来 你要把它想回来 那想要 开始要勉强想 要常常想 那么想久了 想久了 你习惯这样想 那个时候就比较好办了 就习惯了 你就是习惯这样想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辛苦 那么你记得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比较顺 有的人比较不顺 那个也取决于你的智慧 跟你的力量 还有你过去的因缘 但是没关系 好不好都可以做真上院 顺真上跟逆真上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以我自己的经验 你常常要鼓励自己 要肯定自己 那不管别人怎么否定你 你一定要记得 不管别人怎么否定你 怎么看衰你 怎么打击你 你一定要策立自己 要鼓励自己 就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策立自己 你要是学佛的 策立自己 要鼓励自己 然后要肯定自己 肯定自己 学佛这一条路 肯定自己 要调福烦恼这一条路 要策立自己往前进 像这种 像他都会讲 佛为我说之后 我独一进出 专进思维不放一注 这个就是一种 策立自己的心 佛为我说了之后 我因为当受奉行 我会遵照佛 受就是受辞 受辞就是把佛说的话 牢牢记在心里面 然后照着佛说的话 去做 那其实是这样 那么你要不断的策立自己 往这个地方做 那人都有 懈怠放育的心 思念不正知的习惯 忘念不正知的习惯 忘念不正知的有 我也有 后来观察我自己也有 我如果再静静一点 应该不是只是这样子 我觉得啦 那但是 他奇怪 他就是有那种 容易觉得累 感到累 疲惫 但是你一定要 在这个时候 你要发现 要赶快去撤立自己 你不要等到心力交缺 那个时候就会退转 这一退 就退到弥勒佛再来 都还没起来 有时候会这样 那有些会退 只是静下来而已 有些不是 有些会退就开始 那么就开始 就是他以前没做 他都要去做回来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有些出家了 然后还属了之后 那么跟比一个 有些会比一个 比一个学佛的居士还不如 那么照理讲 你出家还属 你还是要保留那个习惯 那他为什么一还属 就喝酒抽烟吃冰榔 然后甚至独博 甚至做一些 比以前都不会做 也不会去做的事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修行 是压抑的 压抑太久了 一旦不再压抑了 他就祸出去了 就这种了 其实这样的修行是不行的 因为你是被压着前进的 那修行 修行自己撤立自己 但也不是谁逼迫你 也不是你因为 我不这样做 我会被人家怎样怎样怎样 不是 你自己 你自己有一个光明的目标 你要达到目的地 并不是你被逼着 赶压着上架 那么你被逼着往前走 你不走 那么后面的人会伤害你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你不是不得已的 那么你是有一个光明的目标 你想要提升自己 你不希望未来受苦 从消极面讲 你不希望一直轮回 从积极面讲 你希望像佛那样自在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 就是说学佛的宗旨 像我们读经也一样 为什么要一经一经的读那么多 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深入佛法 因为佛法解脱跟轮回的关键在智慧 智慧 智慧一定是从文师修 文师修 那么我们是为了解脱在学习佛法 我们不是为了增加知识 不是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可以跟人家谈论佛法 不是 我们就是为了要解决究竟的轮回苦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佛法 我们才知道怎么应用 那么我们生死的真结在哪里 那么我们解脱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修道的次第在哪里 那么这个 这个是你要去理解的 那今天即使我们来天间 我们来学佛 我们皈依我们受见 那个宗旨你都要很清楚 所以所谓学佛的宗旨跟理论 那么之后就是学佛的次第跟方法 然后才有学佛的书生跟功德 那么这些你如果清楚 那么基本上偶尔也会 也会退 稍微也会累 真的有时候会身心会累 觉得自己 因为策立自己 你如果没有强大的力量 就是还没有到生起那一种 伐喜之前 你如果得了伐喜就不会 得了伐喜自然而然的 它变成一种 它变成一种生活中 就是你没有吃饭肚子会饿一样 以前的人讲 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正 原以无味 那么你没有思维佛法 你渐渐觉得世间可正 那么你自己索然无味 不管怎么好吃的好看的 你都觉得 这个世间的东西索然无味 你开始会这样 那么这样就表示你开始有乏喜 那你如果读书读到 压抑自己觉得很逼迫 修行修道很辛苦 那你就会觉得 你勉强不久 你勉强不久 像慈戒也一样 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勉强这么做 做得很辛苦 不做又不行 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又没有看到什么殊胜 所以那个逼迫 那个逼迫的东西不久 那必须是从你内心 从你内心真正喜欢做这种事 就是你必须要常常找到 你要从你内心真正喜欢修行这件事 那你就会 因为修行一定需要佛法 一定需要智慧 智慧是修行里面的核心 没有智慧 持戒修定都不能得解脱 都不能离苦 真正断除苦 因为这样所以你需要智慧 因为需要智慧 所以你需要闻识修 要多闻 要学习经典 要如理思维 那个必须从你内心欢喜 你的宗旨就是你修行 你真正看到这样的利益 这样的殊胜 这样的功德 你不惜一切的 你非常用功德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这对你有非常大的利益 但是一开始可能这个心 这个意愿没有那么 就是说我们说叫做散法欲 那么解脱的意愿 趋向解脱的意愿 如果没有 那么你就很难时常保持 符合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我们说只要这两点 趋向解脱的意愿 然后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然后才赠得解脱的殊胜 基本上是这样 可是你这个趋向解脱的意愿 没有很强烈 你就算勉强做着 要得解脱的这些行为 也勉强不久 所以你时常要让自己 那个趋向解脱的意愿 非常明确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明确 你要常常想 意愿就是很坚固的 不退的想 不会忘失的想 那个叫愿 我有那个很深切 比如说小孩子 我要把他抚养长大 我要读大学 我要做科学家 那个从小大的意愿 没有忘失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依这个意愿的 你赚钱是为了缴学费 你读书是为了读大学 那这些你都 你做什么事 就算你休息 你吃饭 也是要有力气去读书 然后去 假设你要读大学 是你的意愿 那么你就往这个目标 好 现在修行解脱是你的意愿 那么你就算 你睡觉 你吃饭 你读书 这些都是围绕着解脱进行的 因为你不睡觉 你没有体力 因为你不休息 你没办法继续 所以这些 你都不会觉得放 不会 但是 你不会在应该做的时候 你不做 但是这个是要一段时间的 没有办法一开始 那么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 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在进进退退之中 一开始进得多退得也多 一开始都是这样 因为很用功 一开始都很用功 用功之后很疲惫 又退 退很多 尤其三个月都不太念经了 尤其怎么样 完全类似像这样 进进退退 进进退退 进得多退得也多 那有一阵子可能会进得少退得多 那么慢慢慢慢一阵子之后 进得多退得少 真的 就会有这种过程 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一样 差不多跟我差不多一样 因为凡夫都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当然跟烦恼的深重 跟你过去深的智慧也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要常常撤立自己 要常常肯定自己 因为我们周遭的人 有比我们好的 有比我们不好的 那比我们好的人 如果他的烦恼重 你跟他没善言的话 那么他会轻视你 鄙视你 觉得 你怎么会这样 你都怎样了还怎样 都会这样 那我们就会很受伤 那其实不需要 因为他是站在他的角度看的 比我们好的人 有时候会鄙视我们 轻视我们 比我们不好的人 应该尊敬我们的吗 没有 他会嫉妒你 他会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一种现象而已 你不管人家比你好的人 他有可能鼓励你 有可能打击你 因为他觉得你不如他 那个慢心很容易起来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 都不喜欢被别人看不起 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可是多数我们遇见的人 都不是这样的人 那甚至我们自己 也不是会尊敬上面的人 鼓励下面的人 有时候也不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是烦恼性 那也不用太去计较这个东西 但是重点的就是 自己要鼓励自己 那么最好当然你尊敬比你好的人 跟你像比你好的人学习 那么鼓励 鼓励肯定比你不好 肯定比你好的人 鼓励比你不好的人 你常常这样做 那就是你久了久了 你也会看得起自己 因为你觉得世间一切都是这样 那我们说过嘛 你再怎么不好 在六道众生里面 至少你是人 把六道众生排成一万 一万个啦 你至少是在前面一百个 六道众生 六道众生百分之九十都是三二道 人跟天非常少 百分之九十都是三二道多 人跟天大概只占百分之十 这是我们大概说啦 因为我们没有去用过 但是你就知道 佛陀有讲嘛 阿安经里面有讲嘛 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多 看得到的 维系的比那个 比较明显可见的多 你看看细菌一窝就多少 你这个一个桌子的细菌 就超过地球的人了 那个蚂蚁那个山里面有多少 那个所以看不到的 就是三二道的众生 三二道的众生 看不到的又比看得到的多 佛陀的形容 如爪上土跟大地土 那我们不讲这么多啦 就是说大概我们大概才讲 百分之九十 其实都是三二道的众生 那人跟天占百分之十 那人跟天里面 就我们这个地球 四大洲里面 三大洲有学佛 一大洲没有 那蛇为国 百分之之 蛇为国九十万人 也才三十万人学佛 那不再蛇为国 又不用讲 所以学佛的人 我们只占 就是一万个人 大概就前面一百个人 大概是人天的 那人天里面 前面一百个 大概前面十个 十五分之一 如果地球的人 七十五亿的人 只有五亿的人学佛 也才十五分之一 那我们讲就前面十个而已 你再怎么烂怎么烂 你都排在前十名 但是这个也不简单 但是前十名还有分 所以你还要再往前 第一个不让自己往后 所以佛法的第一个就是 不剁三二道 所以都以五界为基础 你第一个基础就是你站稳 不要再往后退 因为你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游到前面来 而且已经快接近 快接近岸边了 当然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那么茫茫大海 你已经知道方向 而且游到岸边来了 你再努力一点就游过去 所以你不要再往后退 很注意不要让海浪 再把你冲走 冲到后面 冲到后面就不知道了 又很远了 你又茫茫不知道方向 所以你要记得不要让海浪 其实就是不剁三二道 佛法的第一个重点是不剁三二道 然后再怎么 向上 向上就是这样 不要再向三二道 二 然后再向上 脱离欲界 不要受五欲的束缚 所以八关灾界 重点就是防五欲 出家界重点就是离欲 所以离欲清静就要向上 你虽然在欲界 你有欲界的束缚 但是你脱离欲界的束缚 不受欲界的束缚 你不受欲界的束缚 因为我们多数的烦恼 欲界众生多数的烦恼 都是因为五欲而起的 因为追求五欲或五欲的不满足而起的 都是这样 所以它进一步叫你离欲 所以第一步持戒 在家出家第一步都持戒 因为不会让你多三二道 第二步让你离欲修定 那当然中间可以修善 善业让你修到有助到 善业可以助到 二业会胀到 那五欲也胀到 所以它再进一步让你提神向上 那么你继续保持 那么你可以向解脱 再加你进你的智慧 对佛法的理解 对无我缘起的深入 那么你就可以得解脱 那么如果你是菩萨要庆宴再来 你可以得五身法人 就是可以得阿比拔字 不退转 就不退转于凡夫 不退转于圣者 不退转于佛法 然后最终不退转于大乘 其实佛法是这样的一个修行 我们要好好想 就是说 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 我们不是被境界打扮 被其他人打扮 也不是被一人打扮 都是被自己打扮 都是自己否定自己 自己不肯定自己 觉得自己这样不可以 那样不可以 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到 那样做不到 然后觉得别人很厉害 自己就不行 然后又觉得 看见自己常常起烦恼 又觉得自己烦恼重 自己读了很久 又不太容易理解 又觉得自己越占重 那么你越想 你烦恼就越重 那么你烦恼越重 你业障就越重 那其实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真的啊 那都是循环啊 那其实是你自己 你自己被自己打败 其实我是因为 看见很多人的修行 态度跟理念 那因为我也是这样 这样钻 这样钻 钻出来 还没完全钻出来 那大部分人都是做捡制服嘛 其实就是把自己绑起来 然后出不出去 人家那个捡到最后成熟 还可以破捡而出 你就死在捡内了 那你还不能破捡而出 变成一只蝴蝶 还不行 所以你要记得 这烦恼烦恼 一层一层裹 一层一层裹 然后越看不到外面 越没有力量 你就觉得自己 真的就是自己想的那个样子 不是 真的 你要想回来 你要想回来 然后因为你常常这样想 你就会带一点忧郁 带一点自闭 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要 就是说我发现有一些人 他没有办法提升自己 来自于他没有肯定自己 那么不试着做突破 那么自己给自己加上的局限 就是做捡制服嘛 那所以我们一定 当我们发现低落的时候 我们对修行感到迷惑的时候 对于我们到底还要不要这么努力 感到犹豫的时候 对于我们到底要怎么修行 感到迷惑的时候 对于我们这么用功修行 还看不到结果 而心情低落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给自己肯定 要给自己鼓励 真的要策略自己 要鼓励自己 要肯定自己 然后心放下来 然后再努力想清楚 我应该要怎么做 佛陀是怎么教的 然后再从经典上去找答案 那么所有的问题 在佛法里面都有答案 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 都是你智慧跟稳定 都是你智慧跟稳定 安定的心 先要有安定的心 就是没有这一些犹豫 没有这一些猜疑 没有这一些忧虑 没有这一些恐怖 没有这一些不安 因为这些都会分散你的心 你让你的心没有力量 你心没力量 智慧起不了作用 所以你要先去掉这些 安定下来 心安定 然后好好想 因为我们学佛 学这么久了 听听这么久了 多多少少都有文师修会 有家行为 一定有 不会没有 绝对不会没有 只是它没有产生作用 是因为 就像这个火不能燃烧 是因为你常常跟它泼水 它常常保持在湿的状态下 当然不行 你要用智慧风把它烘干 然后安定下来 你的风太大 稍微点燃了 风也吹没有了 你的烦恼风太大 所以刚开始要点燃一下子 起的烦恼又吹掉了 所以叫你时常要保持 第一个就是 你时常要保持那一种 积极乐观的心 你发现到开始的心 有一些消极 有一些悲观 那你就要马上察觉 这种心是不对的 学佛的这种心是不对的 你就要想回来 你怎么想的 那个妄想错要想回来 你想 因为你这么想 我意义上怎么这么重 我烦恼怎么这么重 我怎么到了这样 人家都怎么样了 我还这样 你不要往前面的看 你看后面的 我虽然有这么多烦恼 你要想回来 我虽然有这么防导 我虽然有这么多障碍 看看那一些还没学佛的人 看看那一些还是三恶道的人 我是突破多少障碍 我才能够到今天这样 在学佛这条路上 你好好想 你就会觉得 我业障再怎么重 我至少也没有障碍我学佛这件事 我烦恼再怎么重 至少也没有让我否定佛法这件事 是不是 那这个就超越很多人了 真的 那个是你突破多少障碍 你能够突破那么多障碍 能够调伏那么多烦恼 你才会在今天做人 学习佛法 而且耗耀佛法 那这个已经不是业障 业障重的人 不会学佛 烦恼重的人 不会肯定佛法 你知道吗 业障重的人 真的来讲 业障重的人 不会做人 做不了人 业障重在三二道 业障重的人 障碍住 业报 报障 业障 烦恼重 业障重的人 业障重的人 不能学佛 就是他没有办法学佛 没有办法做人 做人也不会学佛 烦恼重的人 不会耗耀佛法 不会肯定佛法 那我们至少不是这种人 那所以 你在怎么重 你有家 你有你家那只猫跟狗的业障重吗 没有 你烦恼再怎么重 你有你家那只蟑螂老鼠的重吗 也没有 所以你好好想这些事 自己的心就会起光明 因为所有的动力来自于希望 所有的动力来自于你内心的那种希望 你有希望 你就会有光明 你就会有动力 所以思想是一切动力的根源 你的思想错了 你的思想走向黑暗的那一边 消极悲观的那一边 所以会让你有心无力 有心无力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会什么 心力交瘁 真的 就是一开始有一点心 但觉得自己业障重 觉得自己烦恼重 觉得自己没办法跟顿 然后觉得自己没有智慧 所以即使有心也无力 那久了久了 因为你没有用力 你没有用心 所以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就心力交瘁 那久了久了 你就不太会学果 那么爱学不学的 就是想学不学的 那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会再想学呢 等到很苦的时候 你会想起学果 那这个时候已经不太来得及 那个时候不是有心无力的 连身体都虚弱了 而且病又加重 老又加重 死亡又逼近 那苦又很重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更没有力量 更难突破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是最好的时候 要好好的 要好好的把握这些事 好 那这些其实都在六路处里面 我们现在再来看 那现在讲 诸所有眼 若过去若未来 若现在若内 若外多处 若细若好 若丑若远若近 好 那这个其实是 眼耳鼻舌生命 就因为 从五蕴讲 色受想行事 从六路讲 眼耳鼻舌生命 若眼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耳朵所听到的 那其实就是 我我所 心心所的问题 好 那么 比一切 非我 都不是 有一个实有的我 那个是从 无我上去理解 去理解 比一切非我 义我 就是非 是我 义我 不相在 如实正观 他这个非 写在前面去 是这样 非 就是不是 他否定 是我 他只是我 他没有写这个是 那其实就是 是我 义我 然后他后面没有非 就相在 他其实是这样 非 是我 非义我 非相在 那他写是写 非我 义我 相在 非我 非义我 相在 好 那 就是我 基本上就做三种分析 那其实主要就是 常见跟断见而已 好 那所以 那怎么去想呢 所以你常常要想到这个 其实有时候我们比较会想 想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 打坐的时候在想的 其实不是你平常就可以想 那么像我要来上课之前 坐在上面 因为我们都是讲这个主题嘛 那习惯听了 习惯讲了 就会想 佛说 非是我 亦我相在 那 现在我 如果说 这个我现在背有一点痛 那么 到底痛的 这个是瘦 到底痛的 那又是谁 那谁在痛 又习惯性要这样想 那是我在痛吗 那我又在哪里 什么是我 这个身是我吗 因为眼耳鼻舌身嘛 然后我眼睛没看到 我只是感觉 这背在痛 那身是我吗 那不然我怎么会觉得是我在痛 我的背在痛 有没有 那这个 那不是我的背在痛 那到底是谁在痛 那明显是我在痛啊 可是 这个背是我吗 如果背不是我 就是身嘛 原耳鼻舌身嘛 如果这个身不是我 那我为什么会说我在痛呢 那么 你又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想就能够见法 不是哦 但是你就是习惯会这样想 因为你听清它就是用啊 那你这样想的时候背就没那么痛 但是背那么痛它还是痛啊 好 那你就要想说 那到底佛说无我 就是比如说想 比如说这个眼耳鼻舌身 现在内外 我们就不用想那么多 我们就想这个 像以前我去服演的时候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服演那个时候 还没有读啊 已经读这么多 但是有一个话头 叫做拖着死尸的是谁 拖着死尸的是谁啊 那我就 我就在那边想 我就在服演的大殿前面那边想 拖着死尸的是谁 其实它跟无我有关系哦 就在那边走 走路走路 那么 到底是谁在走路 那个拖着死尸的 就是如果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我们说的灵魂跟心 那个我 没有那个我 那不过就是行尸走路啊 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我就在 我在服演的大殿在那边走 就这样走这样走 拖着死尸的是谁 就像仓话头这样 就觉得这个射受响形式啊 他在走 那不是我叫他走的吗 我叫他走 他走 我叫他停他就停啊 那么拖着死尸的是谁 我就想 那个我在哪里 到底是有我还没我 他走一走走一走 也会进入一种境界哦 但是没有见到什么啦 就有一种境界 就觉得有时候你这样想这样想 忽然之间也会身心不见哦 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说 比如说拖着死尸的是谁 那一样嘛 其实这个话头跟这个 沿着彼此的生意 六畜生六寿生一样的 就因为你这样在走 那你会觉得我就这样走路 那不是我在走路吗 不然是谁在走路 可是佛说无我 那到底是谁让这个身体走路的 死尸 其实就是拖着身体的 这身体走路的是谁 是谁让他走的 那不过就是一个我嘛 可是你这样想 你若想无我 很容易落入断面哦 好像没有 可是不是没有哦 他不是没有我 他只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我 但是这个就是 就是有时候你 比如说我们无我听得多了 就是无一无我 六处无我 缘起无我 无常 听得多了 可是你有没有在日常生活里面 也去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你会想 那佛说无我 那现在是谁在吃饭 那一样 那你偶偶想一下 偶偶想一想 那那个无我的 那个无我的心 那个无我的心 就会比较深一点 那 比较深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讲一下 那比如说有人骂你的时候 那你说 我被骂 那到底是谁被骂 没说无我 那到底谁被骂 那又谁骂我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色者 那今天到底是谁在骂我 那今天是谁在被骂 那你那个时候不会生气 真的 那这个时候 你会把很多的观念 再思维 这个受想型这一部分 这个时候 那个烦恼不会生气 真的不会生气 你只是在弄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已 我们先下课了 那